好,那現在換你們來練習 這有一樣 給了水 給了醇 硫酸 得到個密度 要問兩件事 第一題 問重量百分濃度 第二題 問溶積末濃度 請你先算來 請你先上來 算第一小題 把它變成重量百分濃度 來,告訴我答案應該是多少 來,我們請 33號 2號 還有 1號 上來 請回到重量百分濃度的定義 分母要放的是 溶液的質量 分子要放的是 溶子的質量 溶液就是 溶質加溶劑 糖水就是糖加水 所以溶液的質量就是糖的質量加上水的質量 要做糖水的質量 糖水的質量 所以底下 所以底下 放溶液質量 上面放溶質質量 乘100%就是你的重量百分濃度 你都寫了兩百分之四十九 你都寫了兩百分之四十九 然後你就算不出來喔 不會吧 0.25 0.25 你都沒有人要白手 你都算 他除了 來,下一顆壞車,你回去,你回去,你回去,我搞不懂 他會不會是抄別人家 你搞不懂,你這樣幹什麼 不是啊,你不會寫 來,這個壹號完全空白 這個人剛才撐了半天,撐不出來 你都已經寫了這個事情,數學不會算喔 他不會算,他數學好幾 然後你少個東西,你少個百分符號拉下 跟這個壹樣 你這兩個百分符號拉下 只有數學上要求你為什麼要寫百分之一百個原因 因為這樣才會有那個百分符號 這樣才會有那個百分符號 所以 所以呢 這三二四年五 這題呢,算重量百分之一度比較簡單 因為呢 該知道的都知道了 底下要放溶液,上面要放溶質 溶液就是溶質加溶劑 糖水就是糖加水 糖水就糖加水 所以呢,帶進去 你就知道 下面是溶液,糖加水是151加49 上面是溶質49,乘100% 所以算出來就是 24.5 所以這個再算 百分濃度是比較簡單的 好,百分之24.5 有問題嗎? 沒有 那就來做下一題 請你把它改成溶積末濃度 他的溶液末濃度是多少 他的溶液末濃度是多少 我們請 6號 然後 21號 沒有21號 30號 跟34號 上來 上來 還有 9號 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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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1號 1號 2號 2號 1號 2號 2號 3號 3號 1號 1號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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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釋答案 2.87 轉過來吧 請問 好,你還需要 你有算出末文之後 你還需要一個其他的體積比較公深做的單位 題目有告訴你密度,請問你自己 從密度怎麼去求體積 這是我們上前期教過的事情 1.5歲,2.3分之4多少? 1.5歲,2.3分之4 2.3分之8 2.3分之8 很大 很大 劉傑加油,你快寫出來了 你快寫出來了 你算是因為副總老師看不懂應該算你對 你算是嗎? 他設計沒有辦法 雖然這是太陽副總老師,你確定只要是錯的 然後再寫 2.89 這卷答對 怎麼會是1.895欸 2.875的啊 2.875 2.875 對,2.875 對嗎,這樣就對了 1.975 2.875 2.875 3.875 3.2 4.875 3.817 你這裏寫得很奇怪 這個乘一千分之一應該是要為了要把毫升換成公升 那前面應該算的是體積 公式叫做d等於v分之m 所以v會等於m除以d 它應該用的是除法而不是用乘法 當然你故意兩個相本就算 然後呢你莫名其妙算出來一個叫做2.875的東西 莫名其妙算出了一個叫2.875的東西 答案呢 我們算墨濃度叫做生分之墨 所以我需要容易體積 題目沒有容易體積 只有一個容易的密度還有一些質量 所以回到古時候的公式 密度是體積分之質量 所以呢體積就是質量除以密度 所以我們就把它帶進去 然後呢質量就是那個溶液嘛 所以就是溶質加溶劑 糖水是糖加水 151加49是總質量 注意體積是v要等於1.155 所以呢算出來的就是這麼大 可是要注意這個體積的單位是什麼 豪升 你單位做的是要把它換成公升 要把它換成公升 所以大概就要把它換成公升 單位要把它換成公升 好 23分之4公升 然後就帶回去 你還差一個東西叫做墨 你還差一個東西叫做墨 就給我的49公或者質量 質量怎麼變墨 我們前面教過 要注意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我們要知道分質量 瘤酸分質量應該會廢了 298 所以呢再進去算 0.5末 剛才那位大哥你開始算 說給我算2末 我數學怎麼做的 好 然後就該有就有了 帶回去吧 該有都有就帶回去吧 所以上面呢要放的是0.5末 下面放這麼多公升 所以答案就是4分之11.5 所以答案就是2.875 這又是做法 好 這又這個就是做法 那麼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給一個條件 請你算墨爾濃度或算百分濃度 找回最原始的公式 找到該有的東西往裡面帶 答案就出來了 會運用到一些密度的想法 會運用到一些墨爾的想法 我剛才已經提示過了 就是這樣子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